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一期华西二时报头版头条 人民币惊魂48小时 宏观版面 时隔6年进出口数据在线双降局面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出口同比下降1.8% 进口同比下降13.2% 而和6年前相比 外贸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次造成外贸下行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 详情请参阅 华夏时报 第二版 资本版面 继去年圣诞节新三版挂牌企业超过5000家之后 企业选择挂牌新三版的热情在2016年依然高涨 据记者统计 截至1月11日 新三版在新年一时仅有6个交易日内 新增挂牌企业较去年同期增长386% 平均成交额增长112% 详情请参阅 华夏时报 第16版 股市汇市双双下跌 在目前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之下 投资港股既享受了外币升值的好处 获得了利息差 同时如果股价反弹还能获得价差 请看最新一期水币杂谈 人民币贬值成就了谁的机会 更多精彩内容如 一场关于百度的现任危机 沉睡的政府引导基金 三星来了要郭台铭出局等 以及更多宏观 资本 公司新闻 等待您查阅 祝您周末愉快 下次再见